带佩妮新专辑回家路上 一推出之后就攻占销售排行榜冠军 而新歌演唱会的门票 即使加开到第二场 还是秒杀全部卖光光 有歌迷反应 佩妮加开第三场 媒体甚至直接建议佩妮 唱进小巨蛋 但佩妮却一再表示不敢 我怕就是这个很美好的事情 会这样子破灭 我觉得这样两场秒杀就好了 因为我一直都是比较没有信心的人 所以他们跟我说秒杀的时候 我说真的假的 然后我都装着好像 好吧 然后今天你们要来访问我的时候 我一直都觉得说 真的秒杀吗 真的秒杀吗 佩妮竟然如此的谦虚不敢当 莫非对于感情也是如此的不强求 就像光着脚丫子的所说的一样 就是从不担心我要的怎么还 因为她给的很坦然 所以我没有要 因为她一向来都给很多 新歌爱在被爱之前的MV 佩妮不再找男友加入演出 不过男友似乎对Penny 与男主角的互动规定的很严格 自己接触的部分就是能够少就少 这样子 这么严格 你会觉得很严格吗 不会啊 OK啊 以及她说什么都可以这样子 就觉得 嗯 就是觉得好像没有被珍惜的感觉 所以你是这样严格规定她吗 没有 李渔君王仁杰采访报道